旺角警區特別職務隊 根據線報和深入調查後 竟然在這個信火中 挖掉了一間鹹碟堡 然後在今天的下午 展開代號 我不懂得讀這個字 先搜尋一下怎麼讀 首益? 警察不知道會不會讀 可能我老闆讀就跟著讀 如果我是老闆 我老闆那班小子 我跟他們說 我們今天要進行首勾的素王行動 然後那班伙計可能跟下屬那些說 我們今天去首勾 然後下屬那些又再跟家人說 我有一個行動代號叫首勾的任務 我今天要出去撿卡 然後那位老婆說 哈?Honey? 你今天要去做什麼? 我今天要去首勾 益 益 是益的這個讀是首益 是的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益字有沒有意思? 採益 益手 是什麼意思? 我看完都不知道說什麼 說完這些無聊名 行動代號 讀都不懂得讀 你這個字 你不要跟我說 有人看到這個字之後會讀 說真的不太相信 這些代號 隨便改名就行了 改巴士 的士 地鐵 改什麼? 火車 行動代號 火車 這些是代號 這些 打仗那些 都是什麼 Alpha Beta Delta 那些 改了什麼 壽意 搞到警察自己很把炮 中文很厲害 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們警方9月14日的時候 進行了一個行動代號 首益的數王行動 這個行動就十分成功 我們成功突擊到這個 在彌敦道 582號至592號 信禍中心的一間店鋪 裡面就有2700隻鹹碟 價值總獲就是82000港元 特別威 其實你反過來也是這樣 我們今天警方進行了一個行動代號 為巴士的數王行動 然後突擊搜查了 其實一模一樣 有什麼分別 要是你改了一些很喜歡病的 學一些小型的行動代號叫什麼 夜恩 還不夠贏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想到勇者王 那個行動代號叫勇者王 都贏 不錯 你想想如果我當香港有些恐怖分子 有些有藏軍蟹 然後你的行動代號就叫勇者王 嘩 多有氣勢 交階架 然後開記者會又是用同一項 我們今天警方進行了這個行動代號為交階架的一個突擊行動 我們發現了這個香港恐怖分子的軍火符 裡面有什麼什麼槍械 多少枝AK47 其實都很帥 還有叫什麼 立即幫他們想好名字 聲神 夠不夠型 用上日文 用上日文讀音 這些錢要去哪裡 洗黑錢 你真好笑 SUNNY等於騙錢 以後的行動代號 那些踢爆騙子 騙案的行動 就全部叫SUNNY的行動代號 嘩 喂 兄弟 我們今天去SUNNY了 哈哈 瘋了 颱風名正常一點 起碼叫有讀書 是啊 颱風名也可以 颱風名也可以 哇 立即想到那些 破曉 究竟沒有 嘩 帥到PK 破曉 你立即是覺得 好像真的破了一件大件事 你說是不是帥 立即你又代入在記者會 大家好 警方進行了一個行動代號為 破曉的素王行動 嘩 你立即覺得好像 整個賣王賣色情集團 立即整批有男有女 全部一次過拉 破曉 多厲害 帥到PK 潘朵拉也可以 都可以 潘朵拉可以是什麼 又是發掘到寶藏 那些什麼 又是發現到軍火 之前那些很流行 找到別人的 什麼所謂的 汽油彈那些 然後就說別人發現 軍火庫 那些就說行動代號為 潘朵拉 嘩 認得瘋 我立即想起 那些高達那些 升塵作戰 嘩 還不厲害 這個又可以 升塵作戰 又是一些 要陀槍的 有生命危險 就用這些 升塵作戰 幾盈棍 你聽到名字都已經覺得 嘩 真是 是不同的 是不是好過首億 沒有人玩過這些機 香港有沒有這些機 日本還有很多 真是神經病 有一個叫Hikaru的Youtuber 然後那個Youtuber 他以前就是 不是有一群Youtuber 什麼打架的 那個Youtuber 以前就是 專門在這些機 就跟你說 例如說 我扔多少錢 我當他抽一次 是一千Yen 他就跟你說 很誇張 我扔十萬 我扔十萬Yen 看看可以中到什麼 到最後出來的 當然是垃圾 然後他就是 原意去做 然後跟大家說 我這些機 其實就是垃圾 你看 十萬元出了什麼 那些是一千Yen 一下一下是一千Yen 然後就發現 原來是一千Yen 原來是一千Yen 就出了一千Yen 然後出個手機架 出個手機殼給你 這樣就是一千Yen 然後後期還拍了一些影片 那些什麼 祭典 說很流行 有抽獎 一個盒子裡面 有些子籤 你抽 然後你撕開紙籤 看看還有什麼獎 那個人很流行 我印象中的獎品 好像說有PS4 還是Switch 那時候 他那段影片瘋到 最後 我當有100支籤 就算當你裡面只有 一部PS4 即是一百分之一機會 你會中了一部PS4 那段影片很久之前 還沒出PS5 那時候是瘋到 抽到100張 然後都出不到PS5 好像他抽到 第95 94 那時候 抽到老闆 跟他說 你不要再抽 我不讓你抽 真的 真的 真是 他最流行 他就是打架 這個人就是 Mr.Beast 這樣錢滾錢錢 拍一條影片 賺了10萬日圓 他就10萬日圓 做下一條影片的預算 去打架 繼續打 然後越打越多錢 現在 我看的日本Youtuber 裡面最有錢的那個 很瘋 現在差不多 他的團隊 四五個人 真的看他吃飯 就是陰哥 的 就是陰哥 那一段 三個月 的 真的 一段